今天就来讲星座的三巨头 太阳 上升跟月亮星座 上升星座它就像包装过后的我们自己 上升狮子的人很可能他就有狮子的气势 比如说头发是卷的 眼睛大鼻子大嘴巴大 那上升是处女的人 很可能也会稍微瘦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容易紧张 或者是非常的乐于活动 所以可能就有上升处女的感觉 而上升双子的人很可能就有滴溜溜的双眼 很好奇的样子 而上升巨蟹的人很可能就会非常的贴心 因为他们是属于感知敏感度很高的上升星座 上升星座往往会更over的去演出那个星座的特质 上升在白羊星座的人 可能有时候表现得更像白羊座 可能也比别人更有领导的魅力 而太阳牡羊的人有时候还不见得这么自信 所以为什么猜星座有时候会猜不准 那是因为我们刚认识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上升星座 关于上升还有一个迷思 那就是很多人会说 上升是不是我们30岁以后的样子呢 在我看来呢 这个说法并不需要抹杀它 因为30岁的确是人生的一个关卡 我们的人生迈向了下一个阶段 所以当你选择你要好好的扮演你的上升星座 那么上升星座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 而且上升星座还决定了很多事情 比如说第一 你出生时候的状态 所以如果上升星座的度数上有某一颗星 有时候你也可以告诉他说 你出生的时候是不是难产呢 那就是有土星或有天王星或有火星的时候 他很可能就会很压抑的说 你怎么会知道 由于上升星座是如此重要 它也是我们决定了自己航道的一个方式 所以为什么运势除了看太阳 也要看上升 就是这个原因咯 太阳星座是本质的我们自己 所以人跟人之间只要相处得够久 你就会慢慢地从他身上看到了 他太阳星座的特质了 比如说他非常的霸气 或他非常的厉害 但是相处久了 这个人是天秤座的 你一定能够看到 犹豫不决跟选择困难者 那如果对方是一个天蝎座的话 你应该能够看到 他很容易受伤 或者是他永远难以忘怀 那些不公不义事情的模样 所以太阳星座的本质 也是我们的先天配备 为什么我们经常在太阳星座上着力 然后鼓励大家开发自己的潜能 就是因为你有这个星座的各种配备 你到底发现了没有 还是你只拿它的缺点来用呢 那不是太可惜了吗 所以当我们慢慢的懂了自己的太阳星座 你就知道原来天蝎座的复仇 是为了让你从这个谷底往上爬的一个力量 不是要你真的去复仇 你为了想达成复仇这个愿望 而强化了自己 所以星座的能量 关键字 有时候要看你怎么看待它哦 不要被这个关键字给困住 比如说说到处女座 就是龟毛 洁癖 然后总觉得这个特色 好像在人际关系上会造成影响 那你怎么不想想看 龟毛跟洁癖 是一个人能够在精致化的路上 越来越好的一种强化的能力呢 你是不是就比别人更仔细 你是不是就比别人更贴心 你是不是就比别人更能够找出错误 所以每个人看待自己的太阳星座 永远要用心力除臂的角度来看待它 那我相信你就能够活出太阳星座的风采了 这辆星座是一个跟亲密关系非常有关的星座 所以你要跟一个人交往相处 如果你们只是恋爱 打情骂俏 做朋友 那么知道太阳 知道上升也就够了 可是如果你们要生活在一起 同在一个屋檐下 或者你们要结婚 月亮星座就务必要深深的了解哦 因为那个是私底下最内在的自己了 所以咯 可能一个太阳星座让它文直彬彬 上升星座也让它非常保守的人 很可能在开车的时候会有路怒症 然后一看原来月亮星座挺冲动的 当两个人要结婚 要生活在一起 你们的太阳跟月亮的相位 如果是同星座的话 那是非常好的 第一 加偶就是月亮同星座 你月亮天蝎 它也月亮天蝎 你月亮水平 它也月亮水平 你月亮摩羯 它也月亮摩羯 那么你们真是天作之和 第二相配呢 就是太阳跟月亮是符合的 那也代表你们有莫大的吸引力 你们从对方的身上看到跟自己很同性质 很能够一加一大于二的某种特质 所以你们的缘分就会非常的深 有时候呢 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了 我们再来看星盘配置 会相当的惊喜 因为云云众生 你的一生当中可能认识过几千人 几万人 为什么你独钟于他呢 太阳月亮的吸引力是不可小看的 那当然对冲也会非常有缘分 但是对冲呢是代表你们是走互补路线 也就是你们非常不同 那有时候这会造成怨口 如果你们不能理解这叫互补 可能就会有点埋怨 为什么你跟我如此的不同 可是如果你们认为这是互补的话呢 就会非常的好了 月亮星座的重要性在于 它往往不是以一种非常明显 好像太阳星座上升星座的方式来影响我们 可是在你年岁见长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月亮星座对你的帮助 或对你的妨碍 它很可能造成你的情绪障碍 它也很可能造成你的格外固执 你当你自觉到你有某一种成分是你所不了解的 那这个部分就不妨从月亮星座去寻找 今天呢这个小小的科普 只是让大家认识自己星盘的第一步 下次你再遇到跟你同星座 可是却觉得他南辕北辰的人 就不妨问问他上升星座跟月亮星座在哪里 互作比较应该很有趣味哦 为什么星座运势都不准 说工作会冉冉上升 可是自己却没有感觉 反而觉得被长官骂或刁难 说桃花运爆棚 结果日子平平淡淡一个对象都没有 说你有财运 结果还是跟平常一样啊 是个月光族 所以运势到底准不准 或觉得不准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每个人看运势的时候 第一一定都是自我感觉 所以也许你有桃花 你看不见就是看不见 那我都提醒你了 你就要赶快去看见 这是一个 再来以星盘来说 如果你看的是星座运势 那么太阳上升 这两个是一定要看的 重点在于太阳星座看的是 我们生活主场景 跟个人的内心感受 这就是太阳所带来的感受的部分 可是对上升来说 它带来的就是事件了 很可能对太阳来说 所谓的身体不好 就是他觉得身体不好 他于是可能会去医院检查 他可能会开始觉得 我要运动 我要养生 因为我觉得我的身体不好 可是上升的身体不好 就是生病 真的生病了 病到你得去医院 老师那太阳讲事业运很好 上升讲事业运不好 那我要听哪一个 譬如说太阳事业运很好 一定是你被赏识了 然后你就被拔拙了嘛 老板就以你为主 可是上升事业运不好 那代表你可能接到的任务 非常难执行 然后是大家认为的苦差事 每个人看到你接到这苦差事 又会说你加油啊 辛苦你了 所以你又被看好 然后你又很辛苦 不会不相容啊 其实在我看来 运势就是这么的立体 所以这两个运势 要结合起来看才行哦 都很准 首先长期住在海外的人 太阳星座应该是不变的 所以太阳星座的运势 还是可以看哦 但是上升星座的运势 可能就要换一下了 因为那是所谓的载质盘 载质盘呢 就是你的出生时间 配上了当地的轻微度 所以这是一个需要一点技巧的 你可能要求助于 专业占星师的地方 那么可能只要你在一个地方 待超过了一年 那么你就应该要画一张载质盘了 因为那个载质盘就意味着 海外的你应该长怎样 所以有的人他可能在国内非常的内向 可是在国外就开始变得很活泼 或完全相反 就是因为载质盘开始发生力量了 那这个载质盘呢 就会有载质盘的上升 因为我们不一样的时区 所以也许在海外的人 你就要看新的上升星座运势了 老师那个时候 你现在原有跟原始的土壤的一种连结 然后人到了海外 少了那一种原始的羁绊 头脑会变得比较清楚 那那个头脑清明的时刻请你记住 然后你带着这个头脑清明 回到原始的土地 那么你的运势可能就改了 还有很多同学问 老师我刚好出生在 两个星座的交界点 我的运势该怎么看呢 我是不是要看两个星座呢 当然不是咯 因为我们要看的是太阳跟上升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 查出你的太阳在哪个星座 对于一个占星师来说 如果你在交界点 比如说狮子跟处女的交界点 如果你在狮子的最后一度 最后一分 再过一分钟 就进入处女座了 你在那个时候出生 那我告诉你 你依然是狮子 而且你非常狮子 那如果跨过了这一分钟 你进入了处女座 对我来说 你不但是处女座 而且你是非常的处女座 所以它是净位分明的 现在软体非常的方便查询 你只要上网 每一年交界的日期 或时间都不一定哦 所以你要输入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点 那么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精准的命盘 赶快去查明你的身世之谜吧 我不觉得跟着运势好的人会被他带旺 错了 他好他的好不好 你跟着他 当然你可以吃香喝辣 但是难道你没有你的困境吗 你的困境依然是你的困境不是吗 每一个人在面对自己运势的时候 最棒的转运方式 依然是改变你的心念 所以你应该要接近的是 那个运气好的人的正向思考 他的正念 那个正念才是真正可以影响你 并且帮助到你的地方 而不是说我沾了他的好运 最后我要鼓励大家 生命的样貌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 占星运势 我衷心的希望 他对你来说只是一份参考 希望大家都有自信 越活越亮丽